控制台介绍 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一些Linux Meet的控制台里面一些工具 我们先到左下角选单 点选左键 到左侧栏这边找到第三个系统设定控制台 点选 那我们从第一个外观这部分的功能看起 第一个背景就是之前我们单元所介绍的 你可以在这边加入你的背景图片库 然后往后可以做背景的变更 例如我选这个马上做变更 先调回原来的 那我们再回去刚刚那个控制台 所有设定 特效 你可以试试看这些特效 那目前我的特效应该是做比较少的特效效果 字型 你可以调整字型 那这边都可以做调整 那这边的字体大小呢 就是我已经在NTPC ISO档里面设定好的 比较适合越南的大小 最后像布景主题 有很多的布景主题 你可以从线上取得 我们点选取得更多线上的布景主题 你可以排序依照税收欢迎 或者是最新的去选择 那如果我们选了一个 打个勾表示它已经安装好了 如果这两个你想要安装在前面点选 那在Linux的选择呢 就是这样的符号 一个XX的符号 好我们来安装 刚刚我们选到了这两项布景主题 好了之后呢 我们到已安装这边 您就可以做切换了 例如我说我把这个 选择这项布景主题 选择好之后呢 套用布景主题 或者是直接快点两项 好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面板 您会发现已经改变了 好这个一些 桌面上的一些选单 背景还有字体 都做了变更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您可以去试试看 能不能找到 您喜欢的布景主题 那在这边呢 我们还是切回 预设的Cinnamo这个 布景主题 好因为这个选单 点出来之后 选单的 跳出来的背景 还有一些字体的比较大 那背景是有点带透明状的 好那这是有关于布景主题的部分 好那我们对于 控制台里的外观介绍 先介绍到这边 好 先介绍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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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